这个女孩子真的太厉害了 危险了 真的危险 时速破百公里狂飙 女骑士骑着速克达 头上的安全帽飙到快要喷飞 四辆警车前后包夹 不知道勇气是谁给的 骑士急切三个车道 和警方大碗躲猫猫 然后前面有堵车了 不知道要怎么 危险 真的危险 哎呦 在踢警察车子不敢追了 目警民众看傻眼 这辆飙风小绵羊 出脚想出来警车 还钻进车阵中 最后逆向冲破警方拦截 消失在画面中 12号下午三点多 女骑士就这样 从国道一号云林往台中路段 沿途违规骑车 中间还来个大逆向 最后从车道开溜 狂飙43公里 四辆红斑马竟然完全追丢 警方调查 女骑士家驻云林 逆向行驶拦查不停 说被调扣驾照 至少挨罚6万元 还会依公共危险罪 将她依法送办 国道离谱驾驶还有她 整个人躺平 双手离开方向盘 在国道高速狂飙 后照镜也没打开 眼见网友质疑 这辆车有自动驾驶功能吗 两眼开开准备投胎 恐怕开着开着就穿越到阴间 国道放手飙速 离谱驾驶行为 真的拿生命开玩笑 好记者综合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 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